2002年北京奥运主床馆鸟巢 特殊的钢结构造型 让它成为北京的地标之一 不过近来网路上却出现这样一张照片 网友惊呼 莫非是因为前几日的大雨让鸟巢倒塌 此事可不得了 让鸟巢的工作人员连忙出面澄清 鸟巢没有它 这个传言属于谣言 白色调装物是世界田径锦标赛开幕式搭建的背景道具 这造型艺术可真是融合了鸟巢的建筑 也趁机打响了田径锦标赛的活动 但其实除了市井赛 北京也积极为申请2022年冬季奥运再做准备 派出了奥运短道速滑冠军杨阳 与知名的篮球选手姚明稳 到吉隆坡参与最后的申请陈述 我们也看不到对手的情况 对手的宣传片也好陈述 然后我们都没有办法 互相之间是隔绝的 过程非常精彩 结果的未执行 但是你都应该去张开双臂去拥抱 2022年冬奥由北京对上了哈萨克的阿拉木图 31号下午国际奥委会将正式宣布申办成事 记者综合报道